大家好,我是百香果斑的劉雨萱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我是豹王龍 從天從天 在一個水欄上 住著一個翼龍媽媽跟翼龍爸爸 有一天 翼龍媽媽撐了一顆蛋 蛋 蛋孵出來了一個小翼龍 爸爸媽媽都很好的養育他 翼龍爸爸還餵他吃好吃的東西 媽媽 媽媽跟爸爸看著睡著的小翼龍 他長得那麼大了 該是我們離開他的時候了 爸爸媽媽就飛上了夜空 飛上了夜空 小翼龍 小翼龍 醒過來之後 爸爸媽媽去哪了 是去找食物了嗎 小翼龍一直等一直等 爸爸媽媽媽還沒回來 爸爸媽媽還沒回來 小翼龍喊著 爸爸媽媽 小翼龍喊累了 哈哈哈哈哈哈 豹王龍來了 火山爆發了 小翼龍醒過來 看到豹王龍被石塊壓住 過了很久 過了很久 豹王龍一動也不動 小翼龍 就把石塊一塊一塊的搬開 可是豹王龍一動也不動 小翼龍為豹王龍吃紅果子 下雨的時候還幫 還用樹葉幫 用樹葉幫 包 豹王龍遮雨 有一天 小翼龍抱著紅果子回來的時候 看到 豹王龍醒過來的時候 看到 看到豹王龍醒過來了 小翼龍的 手上的紅果子 咕嚕咕嚕的滾下去 小翼龍 小翼龍 就 飛 飛回去了 小翼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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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